如今如意传的热播引起了全民追剧的浪潮,剧中的人物和某些情节更是时不时,就会登上微博热搜榜走一走。 由此可见大家对如意传是真的很关注了,但随着这样的超高关注,从而使得剧中的主创人员们的热度也都被带动了起来。 董协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几年前和潘月明的离婚大战闹得费费凉凉之后,使这对曾经被无数人羡慕着的金铜玉女的事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去年潘月明凭借着网剧白夜追凶再次翻红,而董协却一直沉寂着,虽然早前就知道了他参演如意传的消息,但观众们关注的点似乎也并不在他的身上。 不过如意传开播后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热度,剧中董协饰演的复长皇后作为中共还是比较民事利护大局的一个女人,虽然也会有很多心思和小伎俩, 但总体来说,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并没有那么让人恨之入骨。 而且客观来看,虽然董协很久没有新作品了,但他的颜值和演技依然还是很在线,他也因此收获了一些观众的好评和认可。 本以为董协可以借助着此次在如意传中的表现,可以使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有所改善。 没想到网上突然爆出了潘月明前经纪人陈芷希的威胁朋友圈截图,首次董协指着其病情不好,道德败坏,还爆出了潘月明父亲病重抢救,想看一夜孩子都遭到了董协的拒绝。 更是趁其未独无故,这样的,消息一出无疑再次引起了全民关注,也把董协送上了热搜吧,还没等董协凭借如意传翻身,就又受到了重重一击。 本来大家都大忘了他和翻月明之间的恩怨情求,只是这次被陈芷希爆出的不让孩子看爷爷这件事,也是背了很多的好感。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董协想要靠如意传回归看来是无望了,实际上这也不是董协第一次洗白失败了。 早在2016年董协就带着儿子鼎鼎参加了妈妈是超人第一季节目,本想靠着担心妈妈的人设,洗白自己的董协,却不成想因为他和儿子之间不正确的相处方式,引起了网友们的颇多争议。 不仅没有靠节目圈本,反而给自己招K不少,董协也没少被网友攻击。 真人秀节目洗白失败后,自身眼睛和颜值都不错的董协,想靠影视作品翻身,也不是唯一一个好办法,只是没想到还是因为一个小插曲而宣告失败了。 说起来陈芝希的爆料中就是董协与潘月明两个人的私事,作为至瓜群众,得我们,并没有资格去评论什么,还是希望他们之间可以好就好散,都不要再伤害彼此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